黃昏你真的不了解你老婆想要什麼 奶昕我覺得你 你冷靜一下 冷靜 我為什麼要冷靜 是你把我惹火的 我們結婚說什麼 你的 你看不出你老婆什麼時候在變臉 什麼時候在忍耐 什麼時候快要發飆了嗎 你到現在還抓不出這個節奏嗎 老婆你不要這麼的 這樣講好了 你不用讓大家看到你這一面了 真的 我覺得這個我們在家裡 你發脾氣就好 有必要在這裡 你剛剛那句話不只是傷了我寇耐心 我認識你黃柏倫 這麼多年來 我知道你有時候講話不一定是最新的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有時候是因為一時嘴見或是嘴快 我現在想告訴你的事 我今天氣是氣在 你跟一般男人一樣的沙紋 你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會覺得 女人靠張臉可以在現在混得比較好呢 你為什麼會覺得所有人看 停停停停停停 我沒有講女人 我講的是好看的人 黃柏倫你真的不瞭解你老婆想要什麼 你也不瞭解女人在想什麼 滿心我覺得你 你冷靜一下 我為什麼要冷靜 是你把我惹火的 我本來就是很辛苦贏的啊老婆 我要贏你太難了 我根本沒有在乎輸贏 我在乎輸贏 看我直播的粉絲他們有沒有收穫 我們結婚多少年了 你看不出你老婆什麼時候在變臉 什麼時候在忍耐 什麼時候快要發飆了嗎 你到現在還抓不出這個節奏嗎 我 I'm sorry 找死多少年了 我們已經結婚14年了 這一點默契沒有嗎 好啦好啦你不要生氣啦 不要生氣啦 因為應該最懂我的人 我可以對我的學生 對我的客戶 對我的家人用情商 但是我的情商不用來對黃國倫 至少在我生氣的時候不用 因為如果他沒有辦法解這個鎖 他就不配做我的男人 有人問我說 靠奶昕長那麼漂亮為什麼嫁給黃國倫 因為我認為他懂我 如果他不懂 所有事情不成立 來老婆你不要這麼的 這樣講好了 You don't have to 讓大家看到你這一面了 真的 我覺得這個我們在家裡 你發脾氣就好 何必要在這裡 我覺得直播本來就是一個真人秀 直播本來就是真實的東西 好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個 呃 懺悔好不好 可以讓我懺悔吧 還是我直接把這把吉他炸了 你會不會高興 啊 啊 啊 他應該不會好 我覺得今天既然事情都已經講到這個點上了 我們就把事情講透 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 我想要告訴黃國倫以及天下的男人一件事情 你們對於女人的努力在這個時代太不理解了 你剛剛說的有一件事情是有巨大的錯誤的 對方電友你剛剛說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個看臉的時代 你們必須承認女生只要比較漂亮 或者是腿比較長胸比較大 你們就是佔盡便宜錯 這件事情要看你的粉絲是誰 新女性 媽媽們 或者是這群時代的新女性們 她們會加我粉是因為認同我的價值 跟覺得我活出了她們的努力 你剛剛那句話不只是傷了我扣男心 我認識你黃國倫 這麼多年來 我知道你有時候講話不一定是最新的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有時候是因為一時嘴賤或是嘴快 黃國倫是一個了不起的音樂人 她也是一個很棒的老師 但她就是一個直男的老公 常常會把老婆惹得快毛起來 我現在想告訴你的事 我今天氣是氣在 你跟一般男人一樣的沙紋 你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會覺得 女人靠張臉可以在現在混得比較好呢 你為什麼會覺得所有人看 停停停停停 我沒有講女人 我講的是好看的人 我沒有講女人 我講的是男生女生 我沒有在講 奶心你不要把女權這種事情 又放在我們的吵架裡面 你不要針對女人 我在欺負女人這件事情 我講的是說好看的言辭的人 但黃國倫也是的 我講的是好看的人 奶心 你要合理 我講的是那些 我現在要放住你的事 奶心停 奶心 你聽我講了 OK OK 好 你講一講 你都一直在講我哪有在講呢 都是你在講啊 你剛講夠長了 因為奶心 你現在一直要把我拉進 我是一個男性沙紋主義 然後你要造成男生跟女權的對抗 我覺得你現在在設限檢 這個你不公平 你這樣做是錯的 你不能這樣做 因為我沒有這樣做 我現在站在講一個 Jano的演藝圈 包括直播圈的生態 這個是一個平常的大家的生態 我沒有標狠話 怎麼可能說的是那邊演藝圈 這本來就是一件很真實的事情 你手機沒電了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要再隔空 跟你用直播器吵架 老婆 唉唷 我覺得 你 你不要再生氣了 好不好 我們不需要變了 我覺得 I'm sorry 讓你 在那個 這晚上那麼累 還這麼 辛苦 這樣來 好 那你很抱歉 就不要 你不要再 廢唇舌跟我講這些 我都懂 好 看完今天直播了 你也覺得說這個老婆 實在太恐怖了 但是我跟各位講 我不在乎你們的看法 看法 我 愛就好 哦 她又不是你們的老婆 她是我 小龍 小龍 老婆 老婆 還 想 你 說 縬